大家好,我是外国语学院二龄届毕业生文怡,现在在上海宝山市外学校任小学英语老师。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办学理念是教学力院、学术心院、人才强院、和谐荣院。 学院以翻译理论为主线,把适合翻译专业运行规律的语言基础知识,因和口笔译和科技翻译作为专业教学的一个重要支点,强化交通运输方向的翻译人才的培养。 着力培养经语言、通专业、懂文化、善应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。 我是外国语学院二届毕业生张艺文,现在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。 我们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实现特色的导师组织,依据各位学生的阶段性的需求,对全院的学生进行分层次的指导和培养。 多位导师对一位同学进行全方面的辅导,如我曾经在本科期间参加专丝专八辅导,以及老师开办的针对各类比赛的辅导,学术研究指导。 除此之外,针对不同的学生我们还有就业考研和出国辅导,我们学院制定了四十字的培养方针,大一夯式基础,激发潜能,大二主攻专四多方发展,大三注重个体定位计划,大四考出专八全面开花,选择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,也将收获一个丰富多彩又充实快乐的大学生活。 我是外国语学院二届毕业生朱一杰,现在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生造,仍在扎实推进本科德语专专业申报工作,同时开展翻译专业措施授权点的论证申报工作。 在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方面,成果显著,更获批各类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66项,其中国家级5项,市级16项,校级45项,发表大学生创新项目成果论文52篇。 学生还在全国口语大赛,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,华澳杯大学生中澳友好英语大赛,万言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,阅读大赛,写读大赛等中屡获佳季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读大赛